大家好,我是姐姐 今儿个我来到了南风路附近 来这边打卡一家煎饼锅子 这家煎饼锅子呢,乃自田大四级寸 叫田大大白厕煎饼锅子 哎,小伙伴跟我说 他们家味道挺不错的 而且小伙伴跟我说 他们家有海亚蛋的煎饼锅子 哎,听着还挺根儿,还挺有意思 咱们去尝尝啊,尝尝味道如何 哎,早起 哎,就是他家 他家用的饼秤是这种仓房型的饼秤 方便姐姐一个人同时探两套煎饼锅子 哎,姐姐给这套煎饼锅子上 撒上黑芝麻和虫花 旁边这套呢,活活差不多了 放入果冰一卷 根据顾客的口味抹上酱料 呵,看看,多耐人 哎,姐姐,海亚蛋的煎饼锅子怎么卖 海亚蛋的两个亚蛋,果冰是10亿 哦 俩锅子也是10亿 哦 也会要一个亚蛋 一个亚蛋,一个果子是8块 哦 我来一套两个海亚蛋,然后两个果子的 好嘞 然后您这有酱子吗 有 酱子多少钱 酱子1块5 咱自己做的 再来一杯酱子 哎,现在这套是我的 他家这绿豆面糊,看着挺细腻的 这就是海亚蛋 这色是藏红色的 这都是北海的海亚蛋 吃鱼价长大的 哦 要不看蛋黄那么净鸿呢 可有海亚蛋 层红绿白看着辈有食鱼 再撒上黑芝麻 要葱花吗 来点 哎,姐姐,这海亚蛋也是那个亚子是吧 对,它就是这个亚子生活在海边 是鱼价长大的 哦 哦 哎,姐姐,付过去 好嘞,谢谢 哎,姐姐,您家干多少年了 嗯,我们家80年就开始干了 80年要凉票那子 哦 最早是我姐姐干 我姐姐随着辣了,退了 现在我带着我们外甥们 这孩子们干这个 哦 您家就是什么时候可以有海亚蛋的 嗯 18年 18年 哦 来点辣吗 啊,辣一点 我们这配料 这边拿阳谷的雕塘火的面 哦,您家这绿豆面是拿阳谷的 我这套煎饼锅子探好了 热乎乎的 帽子一个妻 看着多难眼 阳谷的雕塘火的面 哦,这是您家的绿豆面 对 哦,绿豆面面糊 对 小冲 哦,小冲在这 有菜鸡蛋,有海亚蛋,有骨骨骨骨骨骨骨 哦 哎,姐姐 您探这见面 我探了多少年了 我探了13年了 哦 哎,刚才我看 就是您探完之后 旁边有个姐姐过来帮您探 那是我女儿 哦 最早是我姐姐干 我姐姐岁大了,退了 现在我带着我们外甥们 这孩子们干这个 哦 好吃 主要是也是不想干 太累啊,骑得脏了 三年半我就骑 哦,每天三年半就骑 啊 对,准备骨骨做,切葱 嗯 啊 这些零活嘛的 面酱 都是扎收的 扎面镜 哦 扎面镜 对,扎收了 哦 听讲 这个就是面糊是村里倒面儿的 村里倒面 哦 村里倒面儿 哦 那个闹蚝子,大黄梳糖散和面 哦 这个都是有比例的 哦 哦 就一个大爷在这吃 七十六了 从洗杯角上给你过来了 第二口就吃出来了 哎呦 总一吃到我小时味道了 你这是拿羊肉都掉趟火的面 剩下大伙 往直到想不知道怎么回事 那些出租车司机 我早晨六点 五点半一过就都来了 我们是六点营业 我都 这不提前到的早吗 我点火之后 直到火热了 那些出租车来了 他们是吃低波的 哎哈喽小伙伴们 我已经买好了 买了一套爽果子 爽海亚蛋的剑饼果子 这十亿 还买了一杯酱子 哎 一共是十二块五 咱们来尝尝味道如何呀 先看一下 这海亚蛋的蛋黄呢 就是比这个鸡蛋的蛋黄呢 就是散剩一点 然后发这个橙红散 你看这剑饼果子 这个蛋黄的位置 哎 就是发这个橙黄 是吧 看挺耐人的 咱尝尝味道如何呀 买完剑饼果子 别记蛋 一记蛋呢 这果子就容易灭了 哎 直接吃 这个口感是刚刚好 恰到好粗的 这果子要辣 要 再来点辣椒 稍妙碱一号 他家这剑饼果子 甜面酱呢 哎 稍微偏甜口一些 然后呢 这个酱豆腐味呢 咸咸实口 哎 开始吃的时候就跟鸡蛋的煎饼锅子差不多 然后我吃到现在的时候 就感觉那个馅味 就是比那个鸡蛋的煎饼锅子 就感觉这个味道跟馅香一些 这辣子味也行 姐姐跟我说他们家绿豆面糊夹这个羊骨头烫的 我倒是没吃出来 但是我觉得他家煎饼锅子口感刚刚好 就是一个是不粘糊 还有一个不会感觉特别烦那种口感 就是口感恰到好处 挺好的 来盒酱子 哇 酥蛋 哎 差点 我还对 就是你的细杂嘛 会能感觉到就是他这个馅香口 就是会比鸡蛋的更馅一些 这个还是得重点表扬一下他们家这鸽子 这鸽子的酥脆程度刚刚好 而且就是吃到现在也不会觉得腻 就是这鸽子 吃完了 咱把酱子喝了 咱把酱子喝了 酱子喝完了 哈喽小伙伴们 从体来说呢 他家味道挺不错的 还真挺好吃的 他家这海亚蛋的煎饼锅子呢 哎 我感觉就是比这个鸡蛋的煎饼锅子 更馅一些这个味道 这个煎饼锅子的口感恰到好处 不粘糊也不干 又有头头的 然后他家锅子也挺不错的 挺酥脆的 然后吃到最后也不会觉得腻 哎 挺好 小伙伴们有机会可以来尝尝 如果你来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留言点赞 收藏 转发 爱你哟 棒棒的